在演藝圈陸續爆發MeToo事件 幾乎吸引了所有網友的焦點 不過回到籃球界 也有一支球隊遭受嚴重影響 那就是今年的亞軍新北國王 在MVP楊敬敏因為偷吃事件 在社群上宣布離開球場後 週一又傳出帝王阿牧穆倫斯 也有私下約女球迷到旅館的事件 再加上先前還有戴維斯違反家暴令 目前調查結果尚未出爐 以聯盟的高道德標準解釋 如果穆倫斯戴維斯的案件都屬實 雖然不用像敏哥一樣離開球場以示負責 但影響到聯盟形象也少不了禁賽罰款的處分 國王要如何在接下來的休賽季中未雨綢繆 就讓今天的影片來告訴各位 HELLO 大家好 我是蜘蛛小編 AKA胖野 首先已經確定不會在明年新北國王名單裡的楊敬敏 場均是4.8分的缺口誰能補上 今年只擁有第五順位的國王 想要在選修會拿到接近母哥的極戰力 機率可以說是相當的低 不過並不代表自由市場不會有好貨 雖然P家的自由權名單尚未公佈 但隔壁棚倒也是有不錯的本土球員可以網絡 有大機率在休賽季 球員大洗牌的台平英雄 正宗的黃聰漢就非常適合補上這個位置 雖然來到T1後數據相較於SBO有不小的下滑 但黃聰漢193公分的身高 還有36.4%的三分球命中率 確實值得國王出手一把 尤其不佔球權的打法 不會騎失曼尼高、林書偉等人的球權 28歲的年紀也有體能 防守端肯定相較於明哥有不少的提升 在總冠軍賽 曼尼高被守死發揮不佳的情況下 國王想在新賽季拿回失去的冠軍 楊將除了選擇大個子之外 補強一個有持球的得分手 也是非常有必要 幾乎確定新賽季將會效力P-League的 桃園、Kobe、艾夫伯也是一個選項 雖然在新賽季就要滿39歲了 但是T1得分王的頭銜 可不是刷數據刷來的 多少比賽是在艾夫伯、Kerry的情況下 才讓雲豹能奮戰到最後關頭 今年在T1 場軍可以有4次助攻 證明他不僅僅只有拿球得分這個本事 國王的本土球員實力高 雲豹不止一個檔次 艾夫伯的持球威脅性 搭配今年團隊三分球命中旅 聯盟第一的國王 怎麼想都覺得想到不行 至於穆倫斯 目前傳出私運女球迷 雖然已經有截圖證明真實性 但跟阿米Q的事件相比 真的算是小case 國王球團頂多罰款警告 注意自身行為 基本上不會有禁賽 或是不續約的情況發生 尤其明年合約年的穆倫斯 不管未來是要留在台灣 還是尋求其他國家職人的發展機會 勢必要在明年打出好戰績 但回到今年的傷勢問題 國王應該還是會再找一個 擁有外線能力的大洋將 以今年有在台灣兩個聯盟的洋將 作為評估標準 領航院的艾爾斯 跟台港年約的阿修羅 都是比較符合的人選 尤其是艾爾斯今年三分球命中率 更是超過4成 雖然不確定領航院 與他簽的是否為複數年約 但這樣的延伸型大洋將 絕對是國王需要的 只有一個穆倫斯 是不夠的 最後聊到Q 由於他已經不佔洋將名額 加上外籍生尼歐瑪 成為自由球員 本次規定 每支球隊可以用一名華裔球員 跟一名外籍生 想有投冠 除了找到另外一個好用的大洋將之外 就看能不能通過交易 換到前面一點的順位 選下台藝大的阿拉薩 阿拉薩 本季在UBA拿下了得分 籃板雙萬王 三分球雖然沒有到Q的準頭 但是比起第一年 已經有了不小的進步 才21歲的他 未來性很高 207公分的身高 也足以跟大洋將有得一拚 國王如果能拿到阿拉薩 搭配正宗的延伸型大洋將 除了戰術會更有彈性之外 在比賽的末段 就不用擔心木倫斯 體力投資 也能順時接棒Q的位置 對於爭冠 絕對是 力 大於必 以上 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你認為 出了一堆事情的國王 需要在修賽季做出什麼樣的補強呢 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